每当夜幕降临 草原上的大型食草动物们 开始借着夜色从一个密尸点 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它们边走边吃缓慢前行 而此时一只小狮子 在它们的附近小心翼翼地行走着 时不时发出一声呼唤 像是在呼唤它的家人 而小狮子的叫声 引来了不少猎手们的关注 危险在慢慢逼近它 此时一头豹子被声音吸引 慢慢靠近了小狮子 在不远处观察着小家伙的一举一动 如果没有意外 小家伙很可能要被猎杀 而小家伙完全不知附近的危险 静静躺在原地 不过转机马上出现 附近一躺 从与母亲走失 独自一个人经历黑夜的恐怖后 洛琪终于吃到了母亲的第一顿奶水 不过小家伙的伤依旧没好 还是跟不上大部队 但洛琪的坚韧改变了家庭成员的态度 在随后的旅途中 母亲与兄弟们开始愿意为她驻足 耐心等待她 这是好的开始 也是洛琪故事的开始 最终洛琪的命运会如何 她能否安全长大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别忘了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